作曲,單輔 報告 成本 我都知道我很聰明 知道要用一個假冒行政的便宜 調一秒給朱晴天 老婆這麼高才 怎麼會這麼簡單的雄心外圍 朱晴天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就算你的寒山又這麼大 我一定有辦法跟你修理 不好意思 我來了 奇怪 不是說要開拔啊 怎麼都沒有人 在這裡 這裡也不是報氣象的快啊 但是廖毛子還在騙我嗎 鄭姐 先不要拐門啊 喂 廖毛子 喂 廖毛子 喂 廖毛子 你在鼻鼻小鈴 快開門啊 朱晴天 喂 你現在一定在裡面 把我抹到頭了 對不對 唉唷 真可惜 這攝影棚的大門隔音很好耶 就算你的話 又這麼大聲 也沒人會聽到喔 你的播報時段 就讓我來接手 唉唷 我開門了好不好 拜託姐 幫我開門啦 唉唷 你怎麼這麼小鈴啊 去相信她 在這裡打電話打電話就好啊 唉唷 我剛才逛過來了 手機的白鯨匙 你怎麼想救我啊 唉唷 這部警察會開電窗啊 不要這樣就好啊 唉唷 唉唷 有人嗎 唉唷 有人嗎 老婆 容金瑤就要遵循開樓了 讓我沒看到主國人 後來這個新聞就要漏了啦 煮晴天耶 怎麼現在都沒看到人啊 是要開天窗啊 我剛才看到大家司機在找出晴天 還說他的電話卡不通 這樣後來一個世上播報是要怎樣 不是開天窗 就是我們舊的重播啦 你怎麼說 就是要大家做的事啊 這個出行天哪有這麼無福祉人啊 就這麼無福祉人啊 就這麼無福祉人也要成功啊 你算在這裡老秀 真的是一個人還是全部的人耶 你說這有什麼流用啊 現在把舊的重播一次 這樣就不會開天窗才好 不可以啦 現在的觀眾朋友都會截圖 或是把那裡當路 那些三名一定會說 我們怎麼能當出晉包 就是我們電視台的民族 是要放到哪裡了 啊不然現在是要怎樣啦 啊 剛才好我還沒換衣 我還沒洗妝 補報告我也都看過了 但是沒有起陷 我應該先代替他 動過這次的危機 這樣啊 不過我真起陷 裸至漢 朱晴天 你是早在哪裡去啊 大家又要記事了 不好意思 我等你再解釋 請老爺再說 我講 要看這老爺啊 閒雜人的 別在這裡定位 裸至漢 你給我碰上 我要跌加什麼 你這是閒雜人的 你給我碰上 奇怪呢 你的新聞呢 怎麼還這麼喊蠻 這麼不敏感啊 我看我這張臉 就可以進來了 你好 我的校長是裏偉 陳東俊 我還要找我的好朋友 主播朱晴天 哇 這家比你的員工生 還要暢行無阻 有校長就了不起 嗯 就了不起 你忘記了嗎 你校長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校長 走路在跟螃蟹一樣 陪你走 欸 其實喔 我一趟了解你的生活 有直升機頭好多 哪就要乖乖乖走路 走走走走走 嗯 你以前不是最不介意 替你的家庭 不會趕快出來講 嗯 那是我小時候 我們有事了 現在是有爸靠爸 有乾爹靠乾爹 有阿姨 就要說阿姨 我不想努力了 壞的喔 我現在看的是 我們校長還有我們校長 他們爸 是說 我都騙騙了 就是我現在2.0 你咧 不然職 medic 哪還在原地塔布啊 乖學 45分 乖學美飯 嘖嘖嘖嘖 怎麼跟過期一樣 Ed 你結尋過一天後婆 我畢然臊 Layer 這是補充 purely 辛。你在幹什麼 我聽不懂 什麼 你剛才超過而已 你就睡著不記得喔 哇 你這個政策叫什麼 叫什麼 哎 娘 奇蹟力喪失 你要去看他先 你的客廳不是用後部 把我們外公的精英醫美 把我放棄了 你可以去那裡看他先 啊 我算不怕了 那是醫美 好像可以這樣對你的話標 修修臉 沒辦法讓你的頭部變得正常的 你這叫做 金玉其外 愛蓄其中 你怎麼會不好拿來找我看看 你已經有一個白玉仙家的經驗 變得這麼厲害 要看有白玉仙家的客廳 你又不好意思在那裡說話 好啦 來找看看 欸 不好意思啦 我跟他自拍鏡而已 欸 欸 欸 來 你看看 我這叫做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你呢 落魄鳳凰不如雞 你 你是憲哥的座民不夠 還想要加一條上海座是嗎 是 已經對我挑釁了 少爪起來了 不要跟你們說 欸 東蘇琳哥在這裡 小龍還沒什麼清廁 在想要走 剛才你騙我去石棚 還把我看他在那裡 但剛才好 震撼回來台灣 他把我約好要來看我 所以這個技術給我救出來 否則 我就讓你有機會 在所有的工廠人外面前 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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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大 Viviviv就收到工程部 給你的E-mail啊 我也沒騙你 不過很奇怪 我收到那個E-mail 已經讓人刪除了 而且 我剛才問過工程部 新政處的小龍 他說他根本就不叫E-mail So So 好 就表示 是有人在擋腳手啊 那時候 我趕去石棚 所以我的手機 留在休息室裡面 我剛才 已經叫人要掛手套 把我的手機 放在這個鏈袋裡面 而且 不准任何人 去幫他頂上 你怎麼跟我說這個 是要創什麼 因為今天 有一個 行案實錄的專題 剛才好 來賓是 行案建事人員 因為我帶一些誤誤 來節目 給大家了解一下 也這麼剛才 我的立委股長 也會唱這個節目 我可以拜託 阿虎翠 請那個建事人員 倒殺工 演一下 到時候 我手機 在裡面的指紋 一定有你的 但是沒有什麼 龍會煮完 也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 監視器的衛兵 石棚 這根本就沒有監視器 你比較重 要讓我來別的 在裡面 也有什麼 檢視器 是長正的啦 監視器畫面 是我拜託之漢 去拿 是 你回來了 我這個雪霸外甥 五年的時間 你都拿到公公館 還有正在雙學位 你怎麼這麼厲害 是啊 真的是烏肉偏縫連夜雨 連別人家都能堵到他 現在是復仇者聯盟 還是我們煮人 好 煮到 我都聽姑姑媽咪說 你在這輪志寶 手手來看晴妍 等一下 我們打給你當作的動作 好 那怎麼下一個問題啊 三年尾的衛生和衛生路 都很優秀 你不說我學士喔 這位不是我們的廖主播嗎 三年尾 你好 好 怎麼這麼剛才好 總之我你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這幾個人的緣分 真的很奇妙 過去了 我還做過他們 肯定的好處 你們這幾個都是同學 還是不夠快的人在這裡堵到 你們剛才應該是在序舊 很會說的 是啊 說到欲霸不能 我剛好說到亮蒙子 挑剖在寒培晴天 把他拍去秀房的攝影棚 還給他看在那裡 剛好 我跟晴天又在這裡見面 才會找到亮蒙子做事 怎麼沒有晴天 他就看不見了 我應該解釋啦 我是在跟晴天說什麼 亮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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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實在越來越超過 總主播 算了亮蒙子 是我的學生 這都要怪我 過去沒辦法跟晴天 所以才不知道事情的輕鬆 不過畢竟現在 已經不是在學校了 總主播 你都要公司公辦了 我一定會 亮蒙子 你跟阿里山的報告 你到現在都還不敢 今天你又沒有這齣 我看你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晴天 我不是挑割他的 請你管理我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常常說鬆笑 說得太過頭了 無窄無窄 那時候 用一句 有 那些人 沒有事 就當輕描淡寫 爭吐耍 不過 我們現在已經大了 還是大人這樣 事情不太簡單 就繞繞去 而且 你剛才也有聽到 我阿伯跟學姐說 要公司公辦 我哪有可能 你的臉頭上 聽你管說 亮蒙子 一旦沒有看一路 意思就是 感受你的痛苦 學姐 我聽你想帶你出去就好 來 走 亮蒙子 你對我來 這個事 我沒有 會不喜歡 這個事 超重 你的 擋 這 仙道 滿重,你要做東西一定提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